接下來要上的是熱對物質的影響 這裡會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計算要知道的事情 等一下再說 好,今天東西吸熱或放熱之後 會產生一些變化 基本上我們會跟各位講的變化有 第一個就是溫度會變化 第二個就是體積會變化 然後這邊的重點叫做狀態會變化 這個狀態指的是固態、液態還是氣態 溫度會改變、體積會改變、狀態會改變 第一個溫度改變 我們前面教過了 吸熱溫度會怎樣?上升 放熱溫度會怎麼樣?下降 所以吸熱跟放熱會使溫度改變 吸熱溫度會上升、放熱溫度會下降 這叫做溫度會變化 第二個叫做體積會變化 體積會變化呢 一般而言是熱脹、冷縮 但是有異常現象 水就不是這樣 我這裡寫了什麼水啊、身體啊、TB、合金啊 我寫了幾個 但是考試會問的就只有問水 考試會問的就只有問水 水不是這樣 水有個異常我等一下會教 就是它在4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好 水不是熱脹、冷縮 水在4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這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OK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叫做吸熱或放熱會造成體積的改變 體積的改變 一般而言是熱脹、冷縮 但是水有異常現象 4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它有個狀態改變就是固態、液態、氣態 就是當我要從固體變成液體、液體變成氣體的時候 我要吸熱、倒過來 從氣態變成液態、液態變成固態的時候 我會放熱 所以熱量的進出可以造成狀態的改變 狀態改變要有熱量的進出 這個我們是我們後面要教的重點 那麼基本上體積在會變化的時候 氣態是最明顯的、固態是最不明顯的 叫做熱脹、冷縮的時候 氣體會膨脹的最多 固體會膨脹的沒那麼多 當然不同材質的膨脹情況也不同 那有什麼樣膨脹系數的東西呢 以後再說國中沒有 我又有概念性的介紹而已 OK 所以呢 這是一個舊的實驗 我們要做實驗 就是這裡有一個東西 不管我是裡面是氣體的 還是放另外一個液體的 然後有一個玻璃柱 然後上面有個記號 然後把它放到熱水跟冷水 然後我們會告訴你 咦?受熱的時候 這個液柱上面這一根的 這個計畫這個地方 或者整個整一根 它會先降後升 遇冷的時候會先升後降 為什麼最後要上升? 因為遇熱要膨脹 所以最後要上升 為什麼會下降? 因為遇冷要收縮 所以最後下降 那為什麼會先降後升? 當你放到熱水的時候 瓶子先受熱 瓶子先膨脹 瓶子膨脹 所以液面就會下降 但是最後呢 裡面的液體也膨脹了 或者氣體也膨脹了 而液體跟氣體膨脹 比外面的玻璃來的多 所以最後就會後升 所以會先降後升 所以我們倒過來 如果放到冷水中 外面的瓶子先收縮 所以一收縮 它就先升了 就升上去 但是到最後呢 我裡面的液體 或者是氣體收縮 比外面的度也還更多 所以就會縮下 就會後降 所以會先升後降 所以我們考試的時候 就考你它會如何發生 會先降後升 或者是先升後降 但是實際做實驗的時候 你很難看出來 你很難看出來 但是基本上 理論上這樣說 好 記下這個結果 考試要問你 然後就是一些 為了要 隔二障冷縮所 做了一些處理措施 比如說鐵軌中間有留縫隙 我們的車道的伸縮縫有空隙 就是要留著空間 讓它受熱的時候可以膨脹 它不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自己跟自己打架 它就彎掉了 你自己不行了 所以呢 就受一些伸縮縫 預留空隙 這個是 這樣子可以留空隙 輸油管可以留空隙嗎 不行 那怎麼辦呢 彎一下 彎一下 讓它膨脹的時候 會有像彈性一樣的 趕過來就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呢 U字型 所以 都是為了怎樣 膨脹的時候 留有空間 不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弄不壞 不壞 OK 這就是熱脹冷縮所產生的狀況 這個小學就玩過這種 問過這種蠢問題對不對 乒乓球 凹下去 要把它恢復原狀 我們 課本上面是告訴你 或者是那些偉大的書上面 告訴你 可以怎麼做啊 帥哥男 帥哥男 29 29 怎麼辦 放熱水 請坐下 你知道為什麼放熱水可以有用嗎 放熱水裡面的氣會膨脹 阿老師球也會膨脹 可是氣膨脹比較多嘛 砰 就恢復原狀了 這個叫做 現在小學就玩過這種 摸過這種問題 就這樣子 這裡是在告訴你 體積膨脹的狀況 說明它的一些現象 應用之類的 看看就OK了 OK